大家好 我叫孟香瑶 来自吉林昌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小伙永远不出轨 找个姑娘永远不劈腿 好的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位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孟香瑶 今年26岁 身高1米78 很多人都说我是小鲜肉 相不相认我不知道 但我认为我是行走绒的荷尔蒙 作为一名行走的荷尔蒙 大家都觉得我不缺女朋友 可是就在几年前 我几乎跟所有的女人就远了 因为我做了一名火车司机 很多人都有疑问 火车上不是有很多 没你去受缘吗 我想说那你们真是想多了 我是一名货物列车司机 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车上 曾经上学的时候很受到女生喜欢 总有人给我写新书 那个年代我的一张大条鞋 就能换一片可乐 小时候非常贪玩 零用钱都用来打游戏上网 如果那时候的离用钱省了 我想现在早就去到喜欢了 大家都说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 是因为我太老实了 有一次我朋友没空 因为我单身不太喜欢去看人家 这么信任我 这对于我来说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以后我的女朋友 也不用担心我劈腿 你看像我朋友都这么信任我 像我这么老实人 我觉得我对以后的008 也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现在在长春有两套房子 所以以后打算定居于长春 结婚的我不想给彩礼 因为我觉得给彩礼 也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 喜欢我的快跟我牵手 现在想抱动你举手我看一下 有几位 打算一亮到底的 举手我看一下 4号 5号 7号 10号 11号 14号也要一亮到底 是吗 14号 因为我的爱情宣言就说了 对象必须在长春找 因为我出来的比较早嘛 工作的事业这一切都在长春 所以说必须会定于长春 还有就是感觉 小伙的给我感觉 就感觉特别踏实 特别有安全感 所以会留等到最后 一共亮着五盏灯 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回到现场 可以了 起来 这一次 一共亮着五盏 水 标记 三栋 三栋 四 三栋 两栋 四栋 掌声有请7号小驴 10号严竹玉 来邮逐玉 来邮逐玉 7号 要不要看一下 你上场选的一中人 看一下吧 来看一下 小伙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12号临美魁来 掌声有请 接下来小伙问一个 你最想问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两人之间 发生矛盾了 会怎么处理 发生矛盾了 一 我先忍着不说话 是这样 然后两个人 在气都消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 静静地在一起谈谈 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矛盾 把就是矛盾解开了就好了 谢谢 好 战胜美慧 如果两个人有矛盾的话 我通常都会给他讲到了 一直讲 能讲两小时 我估计 真的 就一直说通为止 然后我不喜欢吵架 我不喜欢大吵大吵大吵这种吵架 我就喜欢一直把这事说通 直到说通 我不会暂时就说 在那吵架了 我就不知声音了 我会怎么样 我肯定会先捋一会儿 累我就累我 不累我就不累我了 我就这么一个性格 反正是 当然过后呢 我心里还是挺在乎你的 就这样的 那接下来 小伙子做你的选择吧 如果选择 12号离美慧的话 就要做进一步的争取和努力 因为他把你的灯灭了 如果选择旁边两位当中的任何一位 都可以幸福地牵手成功 好吧 你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 5 4 2 1 我选择坚持行动 好 感谢两位 谢谢 那接下来现场交给你吧 之前那三段感情 自己确实不够成熟 可是经历这三段之后 我觉得自己成熟了 我希望能考虑一下 给咱们两个彼此一个机会 比起舞台时间 相处的时间短 都不是双方都能更了解 我是希望我能找一个有一个 就让我感觉很宽大的肩膀 可以保护我 那种感觉的人 很成熟 就是举个例子 就像段奕红那种类型的 就是很成熟 而不是小鲜肉 而不是小鲜肉那种感觉的 所以从这方面的话 我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不行 祝你早日能找一个 你喜欢的喜欢你的那个女孩 谢谢 谢谢美慧 谢谢 这个舞台上就是这样 喜欢我的我不喜欢 不喜欢我的一直在爱着我 就是这样 什么叫缘分呢 对 得两情相悦 那才叫爱情 反正就这样吧 你们之间的这种选择呀 有的时候真是 在这儿看了八年了 我们都未必看懂 但只要你们一天不牵手 我们俩就得一天 在这儿干下去 加油吧 谢谢老板 谢谢小鲜 缘分点许送给你 谢谢 好吧 加油 想象送给小伙子